1怎么做 插入函数 这个检视于参照里面 请你找到column 没有s column 按确定 按确定的话 你向右拉 你会发现吗 4到7 向下拉 还是4到7 为什么 因为column指的是 你现在的储存格在哪一栏 的数字 OK 不是文字 如果说我要变1到4的话 你可以什么 减掉多少 减掉3就好了 Enter 然后向右拉 也就1到4 向下拉 还是1到4 可是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第一列的时候 1到4 可是第二列的话 就加上多少 4的倍数变5 再下一个也是4的倍数 就2倍 所以意思说 这个加4个栏位 0倍的1倍 这个不加 所以0倍 0123 所以你会发现 越往下的话 所以特别说 越往下是列 是RA 所以用RA 怎么样 RA去乘 乘上4就可以了 OK 所以后面的话 我就可以 在这个后面加上什么呢 要不要加上4的倍数 那我可以先用RA RA 这个自己打好了 比较简单 RA指的是你现在在哪一列 第二列 OK 所以第二列不乘上 所以你先把2先剪掉 剪完之后 有没有 记得外面要先刮糊一下 为什么 因为先剪 如果你没有剪 没有刮糊起来 它会变先乘 然后乘上多少呢 因为总共4 所以乘上4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所在的列 要不要乘上4的倍数 因为我现在所在列 1234 不要 所以不要的话就是把2 减掉2 那就是0 0乘上4就0 就是意思说 不加4的一倍 那如果往下的话 第三列 3减掉2呢 变成什么 变1 1乘上4 不就4的一倍 再往下 4的2倍 4的3倍 那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所以打勾 向右 向下 那这底下也吸到32就可以了 OK好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就会刚好怎么样 帮我快速产生 1到32的这个号码 其实这个方法 还蛮多地方可以用 比如说你要做那个 一个礼拜有7天 甚至你要做一整个月的月曆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只是说要乘上7而已 OK